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此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请教 关于不死先人 我简单来回答 这不死先人就是第八世俗来藏 好 我再回到世俗法上面 既然他说是先人 所以代表说他还是人 他还是有物质的东西存在 所以既然有物质的东西存在的话 他终究会毁坏的 不管是几百年 几千年 几万年 这个物质一定会毁坏 如果物质会毁坏的话 这个先人就没有办法 长生不死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直接的答案 只要有物质的话一定会死 因为物质迟早都要消失的 好 那关于成先以后 是不是可以解脱生死这件事情 关于解脱生死 这是欧圣人 他的最究竟就是要解脱生死 但是这个解脱生死 他其实应该是说 他只是逃离了生死轮回的痛苦 他不是真正的解脱 真正的解脱要来去自如 我想走就走 我想来就来 然后在所有的生死的过程里面 我能够自在 这才叫做解脱生死 要这样子境界就只有成佛的时候 才能够达到这样境界 就像释迦牟尼佛 他2500多年前的时候一样 他认为说 他弘华的内容都已经完全的 圆满的讲解完毕了 所以他认为时间到了 所以他就在双述下面 就说我要走了 就这样子 很逍遥自在地走了 这才是究竟的解脱 这样子的一个解脱 才是真正的解脱 不死仙人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做这种究竟的解脱 他只是死掉而已 但是死掉了以后 如果他没有修写欧圣华的 像阿罗汉这样子 能够入乌云涅盘的话 他还是没办法解脱 更何况阿罗汉的这种无语涅盘 他只是方便说的解脱 他不是成活的究竟解脱 至于说 成活的 解脱了以后 是不是能够这样子逍遥自在的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以佛的究竟解脱来看的话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二圣跟大圣的差异的话 大圣的差异成活了以后 他是广度众生 所以要广度有缘的众生的话 他不是说一天到晚躲在家里 然后逍遥自在过着日子 他要很忙很忙的到各个世界里面 去广度有缘的众生 所以成活了以后是更忙的 因为出于他成活的大悲心 他要广度有缘的众生 但是他不会觉得辛苦 因为成活了以后 他已经就近解脱 来去自如 所以他是很快乐的 在忙着 在广度有缘的众生 不是逍遥自在的 能够这样子过日子 谢谢 仙人 从小大家都很想象 从小就听这些故事 觉得好厉害 好伟大 所以小时候都会 我们来当仙女好了 变成饭 这个大概都是 我们小孩子都有这个想法 那所谓不死仙人 你要知道他的位阶在哪里 仙人是在三界内 还是三界外 那三界内又分 我们大家都有基本概念 就是有欲界 色界 无色界 那分两大 又一个纯精神体 还有就是一个有物质的设法的 色界以下包括欲界 这是有设法 那设法都是不是叫物质 那物质一定会 成住坏空 这个是一个定理 要不然你就去观察星球 星球后来它还是会毁灭掉 包括太阳 越来越来一定会衰减 到后来终究没有了 我以前在餐禅就是这样餐 真的 我那时候不知道 我要到从哪里餐 为什么说无常苦空无我 对啊 我就在看 看这些房子会不会坏 真的就是到后来还是坏 所以我说相信佛法 真的没有议法 这些物质的世界很容易观察 没有不坏的 那这个物质是成住坏空 那如果精神体呢 好 我们从欲界色界三界里面 然后到无色界 无色界就是没有色了 就没有物质化 它是纯精神体 对不对 那个四禅八定里面的这些四空定 那纯粹的精神体它是什么活着的呢 对不对 它是一禅定啊 禅定是有修就有没修就没有啊 所以叫禅业为实啊 比如这个我们看色界天啊 那你不修禅定 它就衰减下来了啦 所以会不会出定 会 所以一定会出定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心呢 物质叫做成住坏空 心呢叫做什么 生住易美 大家对佛法这两个基本概念 物质的法一定会成住坏空 那心法的部分呢 一定会什么 生住易美 那禅定呢 是不是属于第几世 第六义世啊 它不是第八世啊 第八世是永远在定中啊 因为它永远在定中 所以它不会死 你知道吗 那我们在修定呢 是在修第六义世啊 那第六义世我们就是攀岩到处看 看得好 一边塞车一边就打望响 对不对 到了啊 刚刚从家里到这边 中间的景象都忘掉了 会不会这样 会啊 因为你刚驾驶的时候 你不太熟啊 你很紧张啊 开车很仔细啊 对不对 有没有专心 有啊 至心于处就是定嘛 修定就是这样啊 为什么我们要义佛 我们要练佛 乃至参禅 又把那个意识心 这个旁骛的这个意志心 心连意马的意志心 把它锁定到一个目标 那很简单 参禅最好啊 随习佛法啊 佛经拿来读啊 为什么这样啊 请问你那个主题有没有离开 没有啊 没有就在定啊 所以为什么古代的禅师 都有定的功夫 因为他餐了二十年才破餐 没有定才怪的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资讯很发达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用礼上的东西 资讯很多 所以用礼上的会增加 会增快我们破餐的机会 因为我们政治界很多了 那古代没有就用土法练钢啊 那练佛是谁 禅禅是谁 细牙叉 哇叉啊 真的是很辛苦啊 所以他们即使没有 民心 那要得定对他们讲容易啊 因为心如旁御啊 现在好累呢 你不打给 不是打给你呢 晚上睡觉还叮咚叮咚 LINE呢 不看了又怕得罪人呢 对不对 你看有时候晚上不得安领 真的真的 现代人也很忙啦 所以我们如果是从这个仙人的位阶来讲 不管他是在异界 在色界 在无色界 一定会死亡 对 这个都已经很明确了 好 那想要 超越这个不死仙人的呢 你想要得解脱 那解脱是解脱什么 解脱三界的束缚啊 只要你在三界你就有束缚 因为都会死嘛 那会死的话就是我们最大的过患嘛 人最怕的就是死啊 对不对 除死没有大事啦 我们又是要赚钱 为了要让我们活得好一点啊 为了要看一生 为了怕死嘛 要不然不看一生就死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死的这个问题呢 是对我们来讲是最重大的事情 那你想要解脱三界的束呢 你就不要到三界嘛 所以阿罗汉就什么 他就燕离三界嘛 对啊 三界的东西他都不要 连我们这个五音十八界他都不要啊 因为有五音十八界就在三界内 所以他是什么 他知了汉啊 他是陶债的呢 我欠债我不跟你们还了 我就不到三界来 我就躲躲 躲到哪里去 躲到如来像自己存在 因为你有意识 有意根 有什么事对不对 你就落到三界里面嘛 你看飞翔飞翔定 对不对 第六意识你去说到 要断不断 飞翔飞翔 好像有了知 好像没有了知 表示意识心已经快断掉了啦 让我们睡去 意识就没了吧 他没有啊 他知道啊 好像知道 好像不知道啊 表示那个意识他不敢断 为什么 断得到地我就没死了 因为修禅定是以意识为我嘛 所以那个意识他不敢断 那只有到佛出世呢 他说那个意识不是你呢 你断掉还有一个第八识 你把它断去 马上变成什么 拒解脱阿罗汉 就是他们的禅定功务很好 那个是佛事的时候 好 那所以呢 想要解脱生死呢 你要 简单说就是阿罗汉啊 出三界 整个前七世 通通没有了 不在三界线 身与益 那另外呢 想要自在 就叫佛啊 常乐我境啊 常乐我境的境界啊 那就所有的负债都都还完了 所以百节修向好 就是所有的债都还完了 然后修三十二项 就利益众生 所以他当然就自在啊 他不用怕人要他偷坐啊 对不对 他会自在 那杜众呢 他是利益有情啊 那是等于一个教育事业 他热心教育啊 佛就是有这个热心啊 那所以呢 佛呢 他的逍遥自在呢 不是我们想象的逍遥自在 我们看他忙他不忙啊 对 以上报告 好 谢谢两位老师精彩的见解 稍微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原来 我们知道原来就算是成仙 终究还是会死 不管是以物质设身的存在 还是在以精神体在三界中存在 都难免一死 所以说起来就是 没有办法真的解脱生死 当然真的不死的仙人 就是第八世如来藏 对不对 好 可是这第八世如来藏 就让我想到了 其实在佛法当中 也有谈到所谓的仙人 在杂阿含经里面 就有提到说 经我如是 得古仙人道 就是我今天就像这样子 可以得到从古以来 一个仙人走过的道路 这个足迹 还说我现在就跟着这一条的道路 这条道路叫什么呢 叫八圣道 也就是真的 如果说成仙 换个角度来想 是依着可以迈向解脱的 八圣道来走的话 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说 成仙是终究是可以得到 解脱自在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那我们这个不曾死的 跟这个解脱自在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这个不曾死的 第八世的这个心 心本来就没有挂碍 所以自然有解脱 那我们这个不曾死的 第八世心 是不是从无始以来 根本就在 是 所以当然什么 当然自在 所以能够终究的了解到 这个宇宙的大秘密 就是成佛 成佛的时候 自然就是可以究竟的 解脱加自在 那么换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成佛的时候 就是最高级 最究竟的成仙呢 感谢观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